有的小孩能看到一些大人看不到的东西 约翰·康斯坦丁就是其中一位 而且他长大之后 这个能力都没有消失 那些潜伏在人间的天使和恶鬼 他只看一眼就能看透其真面目 但这也让他打小就成了恶鬼的眼中钉 因为但凡是能在人间出现的恶鬼 都是非法越界来的 必然不是善茶 二十年前 十五岁的他终于受不了自己的天赋 而选择了自杀 按照天主教的约定 自杀者将入地狱 但在当时 他硬是被一位医生给救了回来 不过在抢救之前 他曾在地狱里待过两分钟 发现那里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醒过来之后 他就萌生了一个念头 自己死后 一定要去地狱的隔壁单位 天堂 据说在那里生活的人 比活神线还爽 这二十年 他巧用自己的天赋 变成了一个神探 帮助世界各地那些 被非法越界的恶灵缠身的人 以此积累功德 前不久 在洛杉矶 一个亚裔女孩被恶鬼附体 把他妈妈吓得直接倒了过来 一位胖神父 发现这个恶鬼 比以往遇到的都要凶悍 便请来了他的朋友 咱们的康斯坦丁来帮忙 首先呢 鬼怕光 但要彻底把鬼制服 还需要用到法器和咒语 康斯坦丁的小徒弟查斯 发觉在抓鬼之前 先对着恶鬼的脸做自我介绍 是非常炫酷的事 康斯坦丁让人抬来了一面镜子 固定在恶鬼的正上方 恶鬼的真身很快就被衬进了镜子里 而后康斯坦丁用力一拉 把镜子甩出窗外 关在镜子里的恶鬼 随着镜子摔碎而消散了 一通驱鬼工作 消耗了康斯坦丁不少精力 这种时候 他都习惯抽根烟回回血 不过烟没抽成 却看到小女孩的桌台上 有一副画着矛头的画 被风吹走了 康斯坦丁感觉最近发生的事情 有点蹊跷 让胖神父朋友多听听广播 一旦有超自然事件相关的报道 马上联系他 而在他们离开亚裔女孩的家之后 楼道里出现一个穿西装的男人 想必他就是幕后主使 凡人之躯再神奇 法力再高强 也会拥有凡人的一切属性 康斯坦丁因为整天频繁抽烟 被确诊为肺癌 当年把他从地狱边缘 拉回来的医生 也已经无能为力 但此生功德未满 他还不想死 深知自己时日无多的康斯坦丁 找到了他的另一位朋友 比曼教授 借用了一些新的法器 还有教皇遇刺时的子弹碎蟹 约旦河的圣水 龙之锡喷火枪 那只喝药等等 不过他找比曼教授的真正原因 是请求对方帮他查一下 卷轴上有没有记录过 恶鬼频繁穿越结界 进入人间的先例 晚上 康斯坦丁来到教堂 要见这里的主教 旁边 出现了一个女人 也有相同的诉求 康斯坦丁一眼就看出 这个主教 非我足类 他正是赤天使 加百列 的人间体 加百列坦言 康斯坦丁如今为了 给自己积累功德 而做的一切 都是在和上帝耶和华搞互惠互利谈条件 而不是真正的在为了信仰做出牺牲 而关于康斯坦丁才35岁就肺癌晚期 大陷将至 纯属因为他自己每天抽30根烟 不能怪罪上帝 那这边谈判失败了 而那位女士和神父的谈话 仿佛也不是很顺利 女人名叫安吉拉 是一位警员 她的双胞胎妹妹 伊莎贝尔在前几天去世了 报告指出 伊莎贝尔是跳楼自禁 而自禁者不可去天堂 但安吉拉赌定自己的妹妹不可能自杀 这背后一定另有其因 她希望神父帮伊莎贝尔做超度 帮助她的妹妹去往天堂 但神父毅然拒绝了 康斯坦丁因为加百列 拒绝给予她去往天堂的签证 而且拒绝帮她续命 感到非常郁闷 独自淋着鱼 走在大街上 咳嗽也越来越厉害了 一只老鼠从她面前经过 随后又出现了一只螃蟹 一个由一群虫子组成的恶鬼 前来警告康斯坦丁 不要多管闲事 这让她更确认了 地狱里正在进行一场 入侵人类世界的行动计划 她随后去找了她的一位黑人朋友 米奈老爹 米奈老爹开了一个收纳鬼魂的酒吧 一些比较温讯的鬼 想伪装成人类 喝点酒 搞搞聚会 就可以来她这儿 康斯坦丁把自己刚才的遭遇 告诉了老爹 那就在你家门外 在人类世界的大马路上 有一个实实在在的鬼 袭击了我 而且前几天还有一个魔兵 试图从一个小女孩的身体里 冲破结界 一向主张鬼神平衡 三界有序的老爹 并不相信康斯坦丁的话 那天还没聊完 一个名为巴尔萨泽的鬼魂 突然出现 从她手上摆弄的硬币 我们可以猜出 她就是康斯坦丁 帮亚裔女孩去鬼的那天 出现在楼道里的男人 巴尔萨泽嘲笑 大名鼎鼎的康斯坦丁 已经是时日无多 即将进入地狱 加入我们了 康斯坦丁灰头土脸的回到家 一个人抽闷烟 安吉拉突然前来 无神论的安吉拉警员 笃定妹妹伊莎贝尔 是被什么邪教组织给洗脑了 但康斯坦丁见她一父 既想找自己帮忙做调查 又不太服气自己职业的样子 给她打发走了 而在安吉拉刚离开不久 康斯坦丁就看到有一群鬼影 正在逼近 她又赶忙跑出去 追上了安吉拉 把这个世界最本源的世界观 如实相告 上帝耶和华和死神路西法 他们两界的鬼神 都不能直接涉足人间 只能在不打破规则的情况下 对人类施加影响 但安吉拉像是听小孩童话故事一样 根本就不信邪 就在此时 路上的灯突然全都灭了 康斯坦丁赶忙让安吉拉闭好眼睛 没错 康斯坦丁判断 这些突然出现的鬼影 并不是来找自己的 而是来找她对面的女人 安吉拉的 她是伊莎贝尔的双胞胎姐姐 康斯坦丁决定帮安吉拉 调查伊莎贝尔自杀案 于是带她回家 将一盆水放到椅子面前 然后抱起安吉拉的宠物猫 透过脚下的水和黑猫的眼睛 她可以让自己的意念 穿梭进地狱一角 而在这里 她找到了跳楼时的伊莎贝尔 伊莎贝尔的手臂上 被画了一个奇怪的符号 而她在纵身一跃之前 解开的万代 就是要留给康斯坦丁的证物 安吉拉终于相信了康斯坦丁 而在胖神父这边 她通过自己的方式 了解到了伊莎贝尔自杀案之后 居然直接去停尸房 找到了伊莎贝尔的尸体 同样也看到了她手臂上的符号 只可怜她没有康斯坦丁那样 驱散恶鬼的能力 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缠上之后 她赶忙跑进超市 试图通过喝酒来辟邪 但这酒像是被吓了咒一样 一滴都不往嘴里走 这时 恶鬼头目巴尔萨泽 又以人类的皮肤出现 胖神父知道自己已经没救了 随手抓了一个螺丝刀 把伊莎贝尔手腕上那个符号 copy到了自己的手上 安吉拉这边 目睹了康斯坦丁的能力之后 开始向康斯坦丁吐露一些 自己关于信仰的真实想法 但话没说完 胖神父溺死酒中的消息传了过来 康斯坦丁拿了一张纸 把胖神父手掌心的符号 印了下来 回想起伊莎贝尔的手腕上 也是这么个符号 康斯坦丁决定从伊莎贝尔的死亡现场 开始查起 两个人来到了伊莎贝尔的病房 康斯坦丁怀疑伊莎贝尔留了一些 连警察都找不到的东西 而安吉拉又是伊莎贝尔的双胞胎姐姐 安吉拉不太明白康斯坦丁这是什么意思 随后 康斯坦丁几乎是用暴力的手段 让安吉拉强行回忆起了当年 和妹妹经常一起玩的游戏 用嘴在玻璃上哈气 终于 线索出现了 《地狱圣经》启示录 《格林多书》第17章 笔曼教授受托查询 在电话里告诉康斯坦丁 出现在伊莎贝尔手腕上的标志 就是路西法之子 马蒙的logo 地狱圣经有言 马蒙对他父亲的规矩感到不耐烦了 渴望在中立空间 地球 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 而马蒙要穿越结界来到人类世界 首先要附身于一个强大的通灵者 而且还需要借助神界的力量 随着笔曼教授把越来越多的线索 透露给康斯坦丁 恐惧感也在他心中蔓延 而他的实验工厂器械 也突然自动运转起来 感觉大限已至的笔曼教授 像是发表遗言一样 告诉康斯坦丁 待康斯坦丁和安吉拉赶到时 笔曼已经被虫群吞噬 现在我们知道 恶魔之子马蒙 想要突破结界来到人间 需要先挑选一个可以通灵的人类女性 作为自己的妈妈 她挑选的第一个人 就是伊沙贝尔 伊沙贝尔跳楼自尽的举动 表达了她对恶魔之子的拒绝 而这个过程需要神的帮助 这个怎么解释 我们回想一下 一开始在亚裔女孩的家里 出现的那幅画 画中沾满了血子的矛头 便是耶稣受难时 刺向了她胸膛的利刃 这把利刃在几个世纪之前 沾染过耶和华之子 耶稣的血 拥有神的符文力量 而让马蒙开始计划 这一切的行动的导火索 就是在几天前 刺死过耶稣的矛头 被一个墨西哥男孩 在一个废弃教堂的地下 找到了 那个男孩手持利刃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康斯坦丁虽然在理性上 知晓三界的规律 但在感性上 他并不把上帝当作信仰 只想凭本事 赚一张去往天堂的门票 如今几乎所有帮过他的朋友 都已经死于马蒙的手下之手 他让安吉拉赶紧回家去 不要再掺和这件事了 不料安吉拉 突然告诉他了一个秘密 在很小的时候 其实他也有和妹妹 一样的同龄能力 甚至更为敏锐 只是姐妹俩做出了 不一样的选择 他拒绝了那种灵力 逼着自己变成了一个 无神论者 长大后 安吉拉的这部分天赋 便真的消失了 只是当了警察之后 他仍然能凭借敏锐的直觉 抓到并处理掉手下的犯人 这也是他一开始就怀疑 伊沙贝尔不是自杀的深层原因 也解释了 为什么他作为一个无神论者 却频繁跑去教堂 如今 他要面对的犯人 是马蒙 而受害者 是他的包妹 康斯坦丁告诫他 想要帮妹妹报仇 可以理解 可一旦再次打开那种灵力开关 就再也关不上了 安吉拉非常确定自己的选择 请求康斯坦丁帮他完成仪式 脱了一半 才知道举行这个仪式 穿着衣服就行 水 是万能的通道 安吉拉要来个速成板 直接完全进入了浴缸当中 如果此时突然有个人闯入房间 他肯定会以为康斯坦丁要谋杀安吉拉 安吉拉榨干了肺里的最后一口氧气 终于完成了仪式 在他的视野中 一切都再次出现了 他的通灵能力甚至盖过了康斯坦丁 安吉拉凭借着直觉 一路跑回了比曼教授的遇害地点 做出了百弄硬币的动作 康斯坦丁见状 马上联想到了巴尔萨泽 真凶已然暴露 是时候发起反攻了 康斯坦丁把胖神父的护身符 带到了安吉拉的脖子上 安吉拉貌似还没有彻底 习惯自己法师的身份 把护身符落在了车上 逃出枪来又跟了上去 康斯坦丁制服了巴尔萨泽之后 要当场给他做一个超度 送他去天堂 做一只天天被圣光照耀的鬼 巴尔萨泽终于受不住惊吓 把马蒙的计划如实告诉了他 而巴尔萨泽的任务就是伪装成人类 引导安吉拉出现 并重新唤醒灵力 安吉拉就是马蒙为自己找的第二个妈妈 如今康斯坦丁替他完成了这些任务 失去了安吉拉的康斯坦丁 找到了自己的最后一个朋友 米娜老爹 要强行借他一把拷问过200多个灵魂的电行椅 用一下 但老爹吃软不吃硬 康斯坦丁只好哀求他帮一下自己 通过老爹的电行椅 康斯坦丁寻查到了手持命运之毛的墨西哥男孩 坐标位置 现在 马蒙已经获得了穿越节节的两样物品 康斯坦丁进入和马蒙的赛跑阶段 他的小徒弟查斯 在这时候突然变得非常专业 如蜀家贞般的搞了一大堆可以对付马蒙 鬼魂门卫的圣物 康斯坦丁有点懵 老爹却在一旁笑了 两人火速赶往马蒙临产的大楼 顾不上接受老爹为他们做的最后祈祷 查斯负责去楼上 把从老爹那里借来的附魔十字架扔进水桶 康斯坦丁则直接去找到马蒙产房外面的保安们 在楼下点火 而产房中 墨西哥男孩把安吉拉推进了地狱 马蒙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在康斯坦丁杀进去的时候 浴缸里已经只剩下墨西哥男孩的尸体 而安吉拉已经被播种了恶鬼的种子 并回到了人间 康斯坦丁摁着安吉拉躁动的脑袋 不停地念叨着天堂的咒语 查斯也赶来帮忙 安吉拉终于恢复了意识 查斯第一次对着恶鬼喊完自己的名字 便被害了 康斯坦丁在愤怒中 撸起袖子露出了胳膊上的红王印记 逼迫杀死了查斯的凶手 显形 没错 正是天使加百列 原来他早就和马蒙串通好 一起策划了这场劫难 作为七大赤天使之一 他不满足于上帝的审查制度 人类无论犯下多大罪恶 只要忏悔 便可得到宽恕 进入天堂 那久而久之 人类已经不懂得珍惜这份恩赐 所以 要让恶魔之子马蒙 来这里给人类施加点压力 好让人类在恐惧和绝望中学会珍惜 随后 加百列吹出一阵十二级大风 给康斯坦丁重重的砸到了门上 康斯坦丁陷入绝望 只得微弱的呼喊着上帝耶和华 并用地上的碎玻璃 划开了自己的动脉 塞着万般紧急的关头 时间突然暂停了 来的人不是耶和华 而是路西法 康斯坦丁是唯一一个自杀过 进入过地狱 被救活之后 还一门心思想去天堂 不停地给自己累积功德的人 这让路西法感到自己很受侮辱 但苦于他和上帝之间的约定 不到紧要关头 他不会对康斯坦丁作为人类的常规寿命 做太多干涉 只是现在 路西法貌似还不知道他的儿子 正在隔壁房间策划自己人间体的阴谋 告诉康斯坦丁 等你也死了 我是要亲自收你回我那里的 我还专门为你准备了一个主题公园 和那些被你扔进地狱的恶鬼们生活在一起 路西法走进他儿子的产房 时间又流动了起来 作为前同事 堕天使路西法和赤天使加百列 叙了叙旧 随后路西法把儿子马蒙扔回了地狱 与此同时 上帝发力烧掉了加百列的翅膀 康斯坦丁向路西法提了最后一个要求 安吉拉的妹妹伊莎贝尔死于马蒙和加百列之手 她不应该一直待在地狱 请让她回家 那作为交换 康斯坦丁把自己交给了路西法 随后路西法就要拖着康斯坦丁回地狱 不料康斯坦丁却越来越重 把地面都磨碎了 谁也没想到康斯坦丁这最后的现身 让他进入了天堂 路上 康斯坦丁给路西法 比了一个由人类发明的独特首饰 现在就有点尴尬了 康斯坦丁既有功德又有罪恶 叠了两层buff 天上地下谁能拿到人 算谁赢 路西法集中生智 一把将他肺部的癌细胞全给薅了出来 让他活着 来日方长 他总有机会再次犯错 加百列失去翅膀 变成了凡人 要引诱康斯坦丁以帮朋友报仇之名 杀了自己 但康斯坦丁只给了他一记重拳 这个叫做疼痛 是我们凡人和动物们独有的感受 最后 在伊沙贝尔跳下去的地方 康斯坦丁把命运之矛交给了安吉拉 让他好好保管 不能让任何人找到 包括他自己 带安吉拉走后 康斯坦丁掏出了一块口香糖 电影最后 康斯坦丁来到了小徒弟 查斯的目前 就在他离开时 查斯化为天使 飞向了天空 一开始看电影的时候 我以为查斯死亡之后 得到了晋升 毕竟在跟着能看到鬼神的康斯坦丁时 他也一直是个凡人 但仔细一想不太对 那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 人类和天使完全是两种生物 那第二种说法 就算人类进入天堂后 有机会健身为天使 这健身速度也不太合理 所以呢 查斯在一开始 就是上帝安插在康斯坦丁旁边的天使 从他在关键时候的举动 我们就能看出来 只不过呢 上帝还帮他安装了反侦察能力 不让康斯坦丁给看出来